这两天有一个新竹县的一个朋友 他来询问、咨询 他说他们家的农地是爸爸的 他的爸爸那一带 就是爷爷继承给爸爸之后 那爸爸到现在又经过了50年 这50年当中 他的公告价格从39块到现在是8千块 一平方公尺 然后他请代叔去算 请代叔去帮他算 如果爸爸要送给他 用赠予的方式 赠予到儿子身上 要缴多少土地增值税 算出来是600万 然后赠予税160万 160万赠予税 土增税之外再加上赠予税 快要800万台币 土地大概2000平 农地2000平 他问说 为什么要缴那么多的土增税 其次是他没钱缴土增税 爸爸要把这土地过户给他 赠予给他 他一毛钱都要缴 就是根本拿不出800万 那怎么办呢 卖地来缴土增税 因为那个是我们新竹县这个 埔育计划的区段征收的农地 所以他市值一瓶有至少10万块钱 那他缺口是800万 他要卖几瓶 卖80瓶 那还好啦 阿公留的东西够多 留了2000瓶给他 卖80瓶就有800万 2亿的 他卖80瓶出来缴那个土增税 2亿缴800万那还多 还好 多很多 重点是真的 这个土地增值 50年没过户 他就是要土增税 卖掉的时候要缴 但如果他 爸爸赠予到他名下之后 他如果再转卖呢 要不要缴土增税 马上再转卖 当然就不用了 因为公告8000块 他可能经过肉干年之后 会调整到可能每平方公尺的公告是1万块 如果他调到1万块 他再转卖才会有土地增值税 如果他现在已经把爸爸要给他的土地 他土增税缴掉之后 马上转卖是 不用再缴土增税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缴赠予税吗 因为那个2000平的公告限值 土地公告限值大概1600万 房子大概200万 所以总共1800万的土地公告限值 再加房屋限值 免税额不是244万吗 扣掉之后他就要缴 缴那么多的赠予税 所以土增税加赠予税 就是他要缴